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天新闻开始来看教育课题 华总一众领袖三天前会晤首相单司礼慕尤丁 并且对外宣称首相个人期盼 政府最终能承认同考文凭之后 首相办公室今早发文告澄清 首相当天不曾表明政府会承认独钟同考 首相办公室还原星期四慕尤丁会晤 华总领袖的对话内容 首相当时是说部分单位已经承认同考 前朝政府也接受同考毕业生暴读师范学院的教师学士课程华文组 而实际上早在2012年开始 政府已经接受同考毕业生暴读师范学院 条件是他们的大马教育文凭需要考获及格 并在国语科目考获优等 首相坚称 未来同考课题寻求解决方案时必须遵照国家教育政策 根据华总在对话后发布的文告 穆尤丁提到 政府和华社可以根据国家政策和国情的基础 通过磋商承认同考 土团党党选方面 首相丹斯里穆尤丁和毕丽州大臣 在没有竞争对手下 预料出任党主席和属里主席一职 至于创党人敦马阿迪的名誉主席职位 目前悬空 不过当事人坚称依旧是名誉主席 现任领导层开除他和其他党员的做法不合法 除非法庭宣判他们不再是党员 否则一概不理会 顿马昨晚出席 土团党会从红转黑运动过后透露 在慕尤丁领导下的土团党 不断违反党章 格除很多党员 根据党章 如果要开除敦马 必须带上党最高理事会去议决 因此敦马表明 不会理会慕尤丁格除他的做法 他更批评土团党 在慕尤丁的领导下 变得没有规矩 毫无章法 不少基层党员纷纷表达不满 昨天傍晚的一场滂沱大雨 导致雪龙多地爆发闪电水灾 当中加营的情况最为严重 洪水涌入明宅和商店 部分地区水位高达成人腰部 四周交通陷入瘫痪 期间更传出意外事故 险象还松 雪龙一带这几天 每逢午后都迎来暴雨 昨天傍晚的强降雨 更导致嘉影附近河流泛滥 四周瞬间沦为水乡 从网民上传到社交媒体的画面中 可以看到浑浊的洪水 迅速淹灌民宅 家具浸泡水中 部分低洼地区的水位 一度高至成人腰部 有民众用水桶一次次盛满水 往外泼 但显然杯水车薪 就连停放在屋外的车子 也不定损失惨重 当地一家著名的沙爹餐厅 也满逃水节 小疫情下挣扎求存的业者 不禁大吐苦水 另外水灾当前 也有民众在逃命自保的同时 不忘涉水救出小动物 据悉水位大约凌晨两点多 到今天早上才渐渐消退 受灾民众正在忙着收拾残局 国内在传出弃鹰案 霹雳一名新生儿 昨天中午从一座祖屋二楼活活被抛下 这名还当时沾满鲜血 警方已经逮捕涉案的16岁少女协助调查 警方是在昨天中午12点35分接获投报 附近居民是在听见屋顶传来一声巨响后 马上投报 经过调查 警方在嫌犯的床单上发现血迹 怀疑他自行生产后 再将亲生孩子狠狠地从9米抛下来 这名因儿头部受窗 情况危机 院方正在积极抢救 嫌犯也因为身体虚弱到医院治疗 全球冠病疫情没有缓和的迹象 过去一天在激增将近26万宗确诊病例 不仅再度创下单日新高 更是连续两天刷新记录 同时又有超过7300人宣告不治 是两个月以来单日新高 全球死亡人数正式突破60万大关 根据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 新增病例主要来自美国 巴西 印度和南非 美国一天内就新增超过7万人确诊 是连续两天单日新增病例超过7万大关 尽管染病人数居高不下 美国疾病专家佛奇早前也呼吁 应该尽可能强制人们戴口罩 但是总统特朗普依旧表明 他不会下令强制美国公民戴口罩 另外一个月前因为疫情受控 而宣布结束紧急状态的西班牙 在经济重启后出现疫情反弹迹象 自治区首府巴塞罗那的病例 过去一个星期激增三倍达800宗 迫使当地政府重新实施禁阻令 将近400万名居民必须待在家中 电影院和夜店也再次关闭 截至目前 冠病在全球已经夺走超过60万条人命 多个国家和城市在重启后 都因为疫情反弹 被迫重新采取限制措施 巴西圣保罗的确诊病例更是急速飙升 超越美国纽约 成为全球确诊病例最多的城市 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 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病例 以双位数增加引起担忧 当局赶紧调派大批医疗队前往当地 替居民进行大规模的筛检 避免疫情大爆发 为了提高检测能力 中国国家卫健委调派全中国 10个省市的200多名医护人员赶往新疆 其中来自最早大爆发的武汉医疗队 就有20亿人 他们随团还携带了超过100个 医学检测仪器和医用物资 当局是从爆发病例的建筑物开始筛查 目标是对乌鲁木齐的所有人进行冠病检测 为了确保当地居民都接受筛查 官方媒体也敦促居民在非必要时 不要离开城市 同时暂停各种团体运动 根据通报 新疆昨天路德17宗确诊病例 无症状病例则有23宗 另外269人则还在接受医学观察 当局在新疆出现新病例的第一时间 就发布多项禁令 包括暂停铁路服务 并限制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 毕卢首都立马一名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孕妇 马尔奎 上个月提前颇腹产子 同样对病毒呈阳性反应的小男婴 经过医生和护士 长达一个月的细性照料下 如今终于康复 让他的母亲欣喜万分 同时不万感谢医护人员对爱恶的关爱 院方表示 男婴刚出世时 体重只有区区542克 也是该国年纪最小的新冠患者 27岁的马尔奎形容自己的宝宝 像小镇是一样那么勇敢 虽然男婴目前还是得留在保育箱内观察 但整体健康状况良好 冠病疫情重创各行各业 许多业者为了求存 纷纷各处起一招 继露天汽车电影院爆红之后 浪漫之都巴黎更推出了漂浮电影院 让民众可以在塞纳河畔上乘着小船 在饱览塞纳河风光的同时 也可以欣赏巨大荧幕所播出的经典电影 尔奎形容 有年龙都被发生了 去做生产行为 进入廊剧场中 是一种推荐的 后期间的空缘 我们想要求 他们尝试 台湾上发生了 在巴黎的本地 是一种国内的 锦坡 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沙滩节 巴黎政府和电影业者携手合作 推出限定活动 在塞纳河畔设置了临时电影院 只要上网登记参加抽签活动 薪月儿就可以免费登船 另外150人也可以在河畔的堂椅上观赏电影 由于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观光客数量估计将会减少 但是透过这个别出心裁的水上电影院 大家可以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 享受电影 既愉快又不失浪漫 美国民权斗士路易斯逝世 特朗普下令降伴其致哀 美国人献花悼念路易斯 欢迎回来 美国民权斗士路易斯星期五 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岁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所有白宫和联邦 公共建筑物降伴其以示哀悼 他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先后发推文 向路易斯的离世之哀 而不少美国民众也到纪念馆 线上鲜花和卡片 表示不会遗忘罪名 已故民权先锋为国家的付出 美国民权先锋 兼联邦众议员路易斯逝世的消息传开之后 美国笼罩着一片悲痛 政府和民间都举办了各种活动 悼念这名为国土奋斗的民权分子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 白宫和所有联邦公共建筑物 包括海内外军事基地 驻外使领馆和海军舰艇 都被下半旗致哀 白宫新闻秘书迈克内尼 更形容路易斯是美国民权运动的象征 留下了不会被遗忘的不朽遗产 美国特朗普随后发推文 表示对路易斯的离世感到伤心 他和夫人梅兰尼向路易斯的家属 献上最大的关怀 发推文致哀的还有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他在文中标注路易斯 形容他的善良 信仰和勇敢改变了美国 更指路易斯的一生换取了 美国的自由和正义 亚特兰大纪念馆也迎来许多美国人 满满的鲜花 卡片和蜡烛摆放在路易斯的壁画下 这都是民众对他献上的最后敬意 路易斯在美国人的心中 占了不可取代的位置 路易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反种族隔离运动 担任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主席 1963年和另一名民选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举办大游行 之后当选众议员数十年 他在去年12月宣布罹患疑脏癌末期 当时还誓言将会和病魔抗争到底重返国会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第一天的欧盟会议上提出疫情后的复苏基金 不过欧洲联盟各国领袖对七千五百余欧元 相等于三万六千多令吉的后冠病经济振兴方案依旧陷入僵局 一位官员在18号晚上表示 中变激烈的欧盟高峰会将迈入第三天协商 由于17和18号两天的磋商 不能克服来自荷兰等国家的强烈反对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发言人表示 欧盟27国领袖将会在19号中午在布鲁塞尔恢复协商 根据了解米歇尔坚持基金规模七千五百余欧元 但补贴及借贷比例可以有所变化 朝鲜在有新动作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自出席 并且主持了中央军委会会议 朝鲜官方宣称金正恩在会议上提到 要进一步加强朝鲜的战争威慑力 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公布视频 报道金正恩昨天出席了劳动党中央军事文会会议 除了谈到朝鲜半岛局势之外 报道还指出金正恩签署了多项任务执行命令 强化军事及政治官员的教育指导 以进一步强化战争威慑力 这是朝鲜最高领导人月初现身出席祖父金日成 逝世26周年纪念活动后 相隔11天再次露面 法国西部城市南特的地标建筑物 圣皮埃尔与圣保罗大教堂 当地时间星期六发生火灾 当局目前正在调查火患噪音 初步怀疑火患可能是有人失欲纵火而引发的 根据当地检察官表示 调查人员在火灾现场发现了三处起火点 而且起火点之间有一段距离 因此将事件列为纵火案来调查 这起火灾导致教堂内的管风琴被大火完全烧毁 管风琴后方的彩色玻璃窗也受到严重的损坏 教堂内部的座椅等也被烧毁 这座教堂建于1434年 1972年也曾经遭遇大火 当时教堂屋顶被烧毁 花了13年的时间进行维修和重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国王室官宣公主婚纱照 公主身穿英女王当年礼服 驾意大利地产大亨 欢迎回来 为您插播一则国内消息 雪州议员前助理赵明福坠楼身亡11年 家属今早举办11周年公祭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率领一众领袖出席悼念 赵明福妹妹赵丽兰透露 林冠英在哥哥的墓碑前向赵家承诺 如果西蒙再次执重 必定会设下 基线彻查最终悬案 让真相水落石出 林冠英先生有说 他们会从这一次的经验 这一次的教训中 就是西蒙执政的这一个22个月里面 没来的极为名副讨回公道的这经验中 他承诺我们在未来如果西蒙再次当权 他们会设下期限为名副犯案 赵丽兰在公祭后召开记者会上表明 如果西蒙再度执政中央将第一时间重查 令希望未来的公祭不再只是悼念赵明福 而是出现实际的结果 除了行动党领袖之外 赵明福的遗孀苏书惠 与嫌少出席公祭的儿子赵尔嘉 今早都有现身 但是苏书惠没有对外发言 换个焦点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三十一岁孙女 比亚特利斯公主两天前低调和三十七岁的意大利地产大亨 马佩里在温莎城堡共结连礼 这对贵族新人的官方新婚照片随后曝光 第一桩照片中可以看到 公主身穿属于祖母英女王所有的旧式联衣婚纱 像个小女孩似的羞搭搭站在门旁探出头来 而身边的夫婿笑容可居 另一桩则是新人以英女王和菲利普亲王的合照 碍于疫情 安全距离限制的关系 除了英女王 菲利普亲王和安德鲁王子之外 婚礼也只有大约二十名宾客出席 这对新人的原定婚期落在五月二十九号 在白金汉宫举行 但新冠疫情突然爆发 导致婚礼被迫转延 墨尔本北部小镇里德尔斯西 过去二十五年来 一群百鹅总是会突然出现在繁忙的闹市街头 部分民众担心引发交通安全疑虑 但却仍认为他们的出现给这座小镇增添了不少乐趣 新闻最后一起去看看 我是玉玲 祝您平安喜乐 我们再会